制作何种美食 需要用电蒜给竹子打眼 又没有 一个大破鸡 人手一把小木锤 究竟是制作什么美食 我怎么又锤锤这个呀 定南人制作五花肉 为什么只放糖不加盐 纯甜 纯甜的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定南 品味客家人的传统美味 定南客家人的传统美食 到底有多独特 制作美食要先上山 用电蒜给竹子打眼 竹子中的神秘液体 究竟是什么 全家老小齐上阵 演奏一场打鸡乐音乐会 如此具有仪式感 这究竟是做什么美食 一往三两 完了 十种食材 竟然才能成就一道美食 阵容如此豪华的美食 是什么滋味 一路买菜是靠问过来的 定南客家人制作的五花肉 不加盐 只加糖 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两个新学徒在这里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定南 品味客家人的传统美味 一杯娘酒传千年 客家娘酒啊 就像是客家娘的传统 客家人储存在酒夜里的密码 哪里有客家人 哪里就有客家娘酒 听说啊 在这里还有一道菜 和这娘酒是息息相关 客家人家家户户都会做 不仅香飘十里 还足以温暖你整个冬天 定南客家人 几乎家家户户都精于酿酒 用酒制作美食 也是他们的绝活 酸酒鸭 甜酒淡 熟酒 都是当地美食菜单上的常客 胡建林大哥 就是定南小有名气的酿酒师傅 也是用酒制作美食的高手 汽汤 汽汤 好沉啊 这个 体力好 这是我们酿酒人每天的生活 就放在这儿是吗 十米的距离 被我走出了马拉松的感觉 这个正常情况下 我们就是不加的 但是因为这个礼拜周末 我老婆带一些闺蜜 一年度在这里选择在我这里寄会 所以我特地为她加这些东西 给她吃一光 胡大哥满满的爱意 已经倒入缸中了 酒粮的话 我们的酒叫酿酒 酿酒它就是酿酒的时候 刚刚发酵好之后出来的 那个酒呢 我们都通差娘来了 就娘酒来了 就是出酒的那个结果 就是娘来了是吧 对 这是我们客家人的 通俗的叫法 一年要做几次这样的酒 那要几百斤米啊 几百斤米 今天胡大哥任务繁重 要酿制一种特殊的酒 还要用酒作为重要食材 来制作一席 定南客家人的传统美食 迎接妻子和他的闺蜜团 欢迎大家 你们要吃好 胡大哥 吃烫皮 我们自己做的 好 多吃一点 谢谢大哥 我们这里就这个特产 这客人就走到哪 谁家来就是这个特产 客家小零食 开胃小菜是烫皮 大街小巷的烫皮达人 用自己的绝技 传承这一古老的手艺 多喜欢喝 多一点 待会给你讲漂亮 等一下我们带大家去 尝尝 我酿的酒 好 刚刚有点特别的 绝对特别 绝对惊喜 绝对你们没喝过 好 不醉不归 好 喝酒要拿这种钻机吗 放心啦 这个靠谱 这个靠谱男人 你是说这里边有酒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是不是 那我跟你打赌 直接钻了 有没有针假 没有啊 没有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这个 试一下 钻一下 先他表演一下 好 没 又没有 你忽悠我们吧 胡大哥说 他要寻找的是一种 陪着竹子长大的酒 两年前 他将酒藏在了竹子里 经过两年的陈酿后 这种白酒 有了浓郁的竹子香 这是定南客家人招待亲朋才会拿出来的美味 只不过要想喝到还得凭运气 就成了 第一个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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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漂亮的老婆给你 哎哟 结婚多少年了 胡大哥 二十多年了 二十几年 二十三年了 结婚纪念日哪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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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下一个介绍 下一个介绍 我爸多喝一点 好香喔 这个酒 你出来就闻到那味道 干杯 俗话说无酒不成习 酒是定南客家美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今天胡大哥要一亮手艺 用酒制作一道 定南客家人的传统鸡肉美味 那到底是什么呢 这道菜的名字的话 在我们客家界大家都很通俗 都知道 叫凉酒鸡 看你的手势还是比较马力喔 这个凉酒鸡它比较甜 它就最尽力人了 很难下嘴 用茶油的话它会香 闻不腻 茶油烧热 加入姜片 加入鸡块煸炒 茶油在热力下 散发出特有的清香味 这种味道在高温下 充分地渗透进鸡肉里 与鸡肉的鲜香相互交融 接下来登场的便是这道传统鸡肉美食的灵魂 鸡肉转黄色了 我们就开始加上我们特色的凉酒了 真的每一次打开我都会被这个味道惊念到 加些鲜的 再加多一点新鲜的 红枣啊枸杞啊 再一起去焖 所以然后我们再加少许的水 不加盐嘛 不加盐的 因为我们是甜酒 娘酒 度数不高 味道香甜 经过火炙后的娘酒 更加干醇厚重 几勺下锅 娘酒的醇香 与鸡肉的鲜香 迅速融在一起 放入红枣枸杞一起炖煮 使得汤汁更加浓郁 什么 小继续 战一战地 拿下来这个汤汁 它真的是那款路口特别绵柔的淡淡的甜味啊 所以家里你作为叶子才有留在一起啊 我做叶子可能就是 一个月下来两百多荆唇 那一天一只鸡 吃了两个多月得吃 吃了六十只鸡啊 是 来来来看一个 来 带一个 定南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 造就了一道道客家美味 其中有一道传统鱼肉美食 薄乳脚皮 它制作的时候 有着打气乐的节奏感 这道美食究竟是什么呢 味道调查员 要先找到钟丽萍大姐 这蝴蝶呢 这道美食 看一下 这边啊 看见了 看见了 在哪儿 在哪儿 好难见啊 去哪儿了 有吗 有吗 在这儿 在这儿 围攻它 围攻它 抓住它 抓住它 太棒了 围追堵截最终成功了 要想制作这道传统鱼肉美食 一定要用稻花鱼 在稻田中长大的稻花鱼 肉质紧致 味道鲜美 稻花鱼块裹上淀粉 下锅油炸 色泽金黄 外酥里嫩 番茄酱淋到炸好的鱼块上 是酸甜可口的酱烧鱼 鱼块与爽口的酸菜搭档 成就一道酸爽开胃的酸菜鱼 每年抓稻花鱼的时候 都是钟大姐一家 玩耍兮兮的时间 笑着闹着 好不热闹 跑了跑了 还有一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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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小 你也抓了一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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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往三条 完了 往蛇了 紧张 激烈 围追 堵截 在大家紧密的配合下 收获了满满的稻花鱼 钟大姐说 要制作这道美食 还需要一种特殊的食材 为了挖到这个食材 大家准备开始一场比赛 这个还挺大 我这个大不大 我要挖到更大的 我一定挖得比你们大 好像只有这个最大了 三 二 一 味道调查员没有想到 刚挖出来的红薯 那是宝藏其实材 不仅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还脆爽香甜 一口接一口 根本停不下来 特别有嚼劲这个红薯 挺好吃的 甜吗 嗯 甜 咱们需要这么多红薯吗 做这道菜 需要很多人配合好 做这道菜 钟大姐说 制作的这道传统鱼肉美食 是定南客家人 代代相传的手艺 每年制作这道 传统鱼肉美食的时候 都需要全家齐动员 老小齐上阵 就买了 买多少 买了一头啊 有多少多少 有多少给你多少 我们田里还有呢 田里有 有这里面做 送个十五十斤 三十十斤就可以 好惊喜哦 我们的红薯卖出去了 那种丰收的喜业感 新鲜肥美的稻花鱼 和脆爽香甜的红薯 怎么制作这道 定南客家人 代代相传的 传统鱼肉美食呢 好传统的磨法啊 是 我们一直都 一直都用这个 这个制作的更不同啊 妈妈做的饭好不好吃 好吃 在学校的时候想不想他们 想 就久磨起来就很快 还是更厉害的 好累 将洗净的红薯 用雷波磨成泥 每一个雷波都见证着 定南客家人 勤俭节约的生活智慧 红薯泥加水搅拌 过滤沉淀 倒掉水之后 红薯淀粉便露出了真身 阳光下晾晒一天 碾成粉状 这是定南客家人 传统的制淀粉手艺 是他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技巧 鱼肉又会用什么样传统的方式料理呢 咱们这个鱼是要处理成什么样子呢 处理把它切成片一片一片的 我这还行吧 还可以 挺棒的 有模有样的 你看越来越薄了 像切的这个 这个就是挺好的 被我的师傅夸奖了 他很满意 鱼肉被切成一张张薄片 撒上淀粉 钟大姐说 要想制作这道定南客家人传统的鱼肉美食 必须有一样神器 这个神器是什么呢 拿到这个神器来 一把木锤就是钟大姐说的神器 没有木锤 这道定南客家人传统鱼肉美食就无法完成 味道调查员还是不理解 这把木锤是用来做什么的 就把它在那里面就会这样锤 要敲它呀 把它敲敲 把它敲敲敲 这样手工小课堂啊 就想跟这个鱼片似乎搗里面 那咱们这道菜叫什么呀 叫锤鱼 因为我们这里是鹅公正 所以只有我们这个称鹅公正之内会做这道鱼 所以就叫鹅公锤鱼 通过锤打鱼片破坏鱼肉纤维 使鱼肉更加筋道 红薯淀粉是锤打鱼片的过程中 保证鱼片外观的完整性 同时赋予鱼片更加弹牙的口感 这么小锤子一锤就让这个淀粉完全渗透到这个鱼肉中去了 让它更融合 所以说每一口应该是更细腻了 特别薄现在 我这样两个手指一碰就能碰到互相手指那种触感 我怎么要吹着这样 那怎么办啊这个 下回去 做其他菜小孩子都参合不进来 做这道菜大家一会一起参与 所以就挺喜欢做的 是不是每次做这道菜的时候 最后倒了倒了倒了 你看每个小朋友都要上手试试 其实也像是一种家庭游戏 也是一种游戏一样 大家可以一起参与 就有这么一个时间一家人都团队在一起 然后做一件事 这特别温馨的家庭时光 逢年过节家人团聚 一个大拨鸡四周围满了人 人手拿个小木锤 这场锤鱼的乡间打鸡乐 总会热闹上演 看我锤出了一个爱心型的鱼片哦 锤打好的鱼片薄如饺子皮 上锅蒸制 淀粉在热力的作用下 慢慢变成透明色 呈现出肉质紧实的鱼片 蒸好的鱼放到锅里面去煮 我们先加点沸腿碗 一定要姜吗 放点姜就去腥 相当于先调了一个汤出来 姜 盐 花椒 油 熬煮成一锅汤水 将蒸好的鱼片下锅煮至 生姜给鱼肉去腥 由使煮好的鱼片 嫩滑口感再次升级 出锅后撒上一把葱花 鲜香味出面而来 鱼肉的纤维已经完全变了 它垂出了一种类似于猪肉 我以为只是一个家庭聚餐 没有想到咱们是一个 类似于家族聚餐 一顶客家灵帽 寄托了长辈的美好祝福 一道鹅宫垂鱼 蕴含了定南人对家乡的炙热香情 定南客家人曾背井离乡 辗转迁徙 使得他们有着极强的宗亲观念 一代代延续 少时离家打拼的郭铁城大哥 对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 这次回到家乡 他想用一桌敬老宴 回馈父老乡亲 这次我们回来 就请一下我们那个乡友 一起吃个饭 我们就按原来农村 这种宴席的标准上的 这个八个菜 定南客家人的八大碗 是当地重大节庆 必不可少的美味 八与发谐音 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 朴素向往 八大碗主要在于大碗 热情好客的客家人 宴席一定要菜品好 菜量大 让人吃好喝好 金黄油亮的白斩鸡 酸辣香俱全的酸酒鸭 软糯入味的水煮酥肉等等 郭铁城大哥和周俊风师傅 要共同合作制作八大碗 郭大哥先要去市场买菜 味道调查员赶紧去会合 给几楼钱啊 不错 我就买了一种了 有一种 可以做台车车用个吗 拼接色的 做台车车用个给口语玩 可以可以 六十块一斤 都好贵啊 你穿了我们再讲价 三块钱吗 二十二块钱可不可以 三块钱 可以不错啊 挺会砍价的你 还不够 在一个地方找买这些食材啊 还比较难 八大碗所需要的食材非常多 这对味道调查员和郭大哥来说 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那边 你买了 你买了 买了 买了 猪肉登场 这边 这边 他要上镜 在赶猪的时候 郭大哥在村子里一边走 一边想起了很多的往事 那一栋白色的 还没装修的那个 我那个房子就在那 但现在没有了 那是别人家的 那两棵树是一直印象很深的 两棵大棵树 在树下玩些什么游戏 是 以前不是看那个 战争片多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打野仗 销售 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快 然后原来这些路 也都不是这样 无论走多远 跟永远在这里 无论走多久 只要回到家乡 都能感受到 满满的亲切和熟悉 郭大哥说 就算自己做饭不在行 他也要跟周师傅多多学习 为乡亲父老 奉上一席敬老宴 话不多说 开工 要把 要有个煮上细味 比较得高 我们煮得非常高 有客家人嘛 都是喜欢吃猪肉 所以我们做一道糖花肉 糖花肉 对 这个名字听起来 甜甜蜜蜜 反正大家今天 都得吃掉一整头猪 对 没问题 一二三来起 来吧 这块你来分解一下 还挺顺利啊 对 非常棒 对 一直往这边 来 办事猪排成功卸下 对 你看这个就是非常漂亮了 肥肉的部分是比瘦肉的要多一些的 整头的猪肉在周师傅游刃有余的拆解之下 不到二十分钟就分解完成 分解好的猪肉要先煮制 把猪肉丢下去 周师傅要制作的 是八大碗中的一道主菜 糖花肉 主要用五花肉制作 他说成功的糖花肉 爽口软滑 肥而不腻 哎 郭大哥 来 你要的肉弄好了 这是大杂汇里边的 对 对 对 够用了 够用了 厨艺没有那么精通的郭大哥 正在为大杂菜做准备 郭大哥为什么选了一个这么大杂菜 十小时牌 考验当工的时候到了 因为我这个小时候啊 我们尤其是逢年过节 一定会做这道菜 而且这道菜很好吃 所以我说我试着挑战一下 有香醜呢 可能还包含这个美食啊 老家传统美食 也可能别人觉得 哎 这套有普通的菜 但对我们在外面的 你会想起小时候 哎 我们就觉得很特别 所有的都是吃 哦 哇 我们两个新学徒在这里 大杂菜要求十种食材 都要切成丝状 这可难坏了郭大哥 和味道调查员 也忙坏了周师傅 一边照看郭 一边指导他们俩 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话 可能忙到下午 哦 这位大爷已经开始消损了 要淹水了 要被淹水了 哎呀 你看 是看见这个郭大哥长大的吗 是吧 是吧 他小时候是乖还是调皮的那种呢 调皮啊 小时候啊 哈哈哈 完了郭大哥被接老铁了 那一次回来 对这个我们整个家族的老铁是非常尊重的 哦 这个是整老铁啊这方面他做的 很孝敬 对 孝敬各位老铁家 就在大家齐心合力进行食材准备的时候 周师傅那边的猪肉已经煮好 哦 已经炖好了是吗 对 已经炖好了 然后我们先把肉熬出来 煮到一根筷子轻松插透就可以了 煮好的五花肉切成块状 接下来的操作 味道调查员想都不敢想 白糖时间熬得久 它容易焦 就熬糖是做这个糖花肉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 这道菜是不加盐的 对 不加盐 糖花肉我们就是甜 纯甜 纯甜的 下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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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还有 排骨也加下去了 对 万万没想到 糖花肉竟然要放这么多的糖 还不放盐 这个包含了五花肉块和排骨 还有那么多糖的糖花肉 能好吃吗 就我们当地的这个米酒 你闻一下 香甜味的 对 米酒的作用是什么 真香 甜香 酒香 肉香 在锅中汇聚 滋味交融 周师傅说 糖花肉要想好吃 还有一种独家秘方 我们当地叫五指茅头 你闻一下它的香味 这是一种 树根 嚼一嚼 对 有点甜味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 丢到下面 它就要这个香味 对 我们叫毛桃 微甜 五指茅头 对 把它丢到里面 对 把它搞到里面去 慢慢让它微 五指茅头是野生三棵植物 有种独特的椰奶香味 所以经常被定南客家人 加入到制作美食过程中 有了五指茅头 给一锅糖花肉 增添了椰奶的淡淡香味 开始做这个大杂菜了 有些要先放油 反炒 有些是不用 我们先做第一个 这个虾米 就不放油 你直接倒到锅里 直接倒进去了 是 全部倒进去 好 就反炒一下就好了 好 炒到什么程度呀 弄干了就行 这个虾的香味 全部被炒出来了 郭大哥反而成了帮手了 等一下 合作一块 这个就得加油了 这个要加油 对 把它弄香的 一起倒进去 好 我们两个都不熟练 在一块有种 手忙脚乱的 蛮香的 有点像烤鱿鱼串 将香菇丝 焦白丝 萝卜丝等食材 翻炒 将炒好的鱿鱼丝 炒干的虾米 炒熟的肉丝 等食材陆续加入 一共十种食材 翻炒均匀 加入调味料 一碗鲜香可口的 大杂菜便做好了 大杂菜的十种食材 寓意十全十美 既寄托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同时也是 衣食复族的一种体现 好香啊 香味都没给了 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 八大碗上桌 敬老宴开始 早嘞 上菜去 吃的 啊 我讲不好吃 encouragement 去吃 超好 我 macht 来 μια尝尝尝尝尝 来一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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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这菜真的是咸鲜脆爽嫩 各种味道给予一口 八大碗是郭大哥 周师傅的敬老之心 也是浓浓的香芹 胡建林大哥准备继续钻研酿酒技术 用客家米酒制作出更多的美食 让妻子能品尝到更多的美味 钟丽萍大姐期待能将家乡的 鹅公锤鱼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品尝到 这道风味独特的鱼肉美食 郭铁成大哥决定跟周俊峰师傅 苦练厨艺 争取下次用更可口的饭菜 回馈家乡的亲人 对于定南客家人来说 家乡之味 承载了祖辈迁徙的记忆 它们不仅是舌尖的美味 更是刻在骨子里的香愁 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怀 家的温暖始终都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行 作为图